美麗佳人 哈囉美麗佳人的讀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美麗佳人資深服裝編輯官婷玉 本月的Fashion Lesson主要推薦的單品呢 是白色圓裙 今天介紹的第一套呢 是春夏還蠻流行的noncore概念 用了藍紅條紋長板上衣 以及我外照了一件白色的西裝外套 呼應的頭飾 以及重點式的金屬色系的厚底涼鞋 衝突到尾都是完美展現所謂的現代摩登時尚風格 第二套呢我們主要介紹的是 今年也很流行的七菱的西皮風格 主要的搭配的重點是在於 藍色的樓空上衣以及流珠罩篩 還有Print的效果的絲質的長板上衣 做所謂的層次搭配 那我會建議你用所謂的橘皮流珠背心 以及像這樣子同樣材質的包包 增加所謂的吸品元素 但是如果你太怕單調或是無聊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搭配上 這樣子比較繽紛一點的花圈頭飾以及圍巾 不僅你的風格會到位 吸睛度更是滿分喔 那要推薦的是 七菱年代非常流行的一個反側的軍裝look 軍裝外套以及軍裝的背心 還有配件上面來說呢 我會推薦你有大表面的手錶 以及飛行眼鏡 還有一雙帥氣的軍靴 再搭配上的重點來說呢 就是用一個比較強勢搭配柔美的風格 去做所謂的對比衝突 讓你的軍裝風格更有層次 不僅帥氣對比的個性 是需要的 然後再質疏 去保留給友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